这行吗 我去 前面好烫 我脚干得了 有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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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难了 可以可以可以 以上就是我们上次去野 去往达里诺尔湖的项目 那次我们开的是开拓者的RS车型 你能看到它在泥地里表现 非常的棒 那个4G系统 那今天我们同样来试驾 这个开拓者的RS车型 我们今天在场地里边 看它的越野性能 那第一个项目呢 就是这个滑轮组形成的交叉轴 已经形成了一个交叉轴 对角车轮都已经在这个轮滑组上了 现在是两驱模式 加油 是完全出不来的 因为它后轴现在是没有动力分配的 我们把它切到它的越野模式 很简单 非常轻松 它的线滑力度还是不错的 现在这个项目呢 比刚刚那个项目更狠 我现在呢 在一个交叉轴上 身后呢 还拖了三台车 那一会呢 我将要在这个交叉轴上 把身后那三台挂在N档上的车 给它拖出去 不仅考验动力 还要考验线滑事情 OK 现在是越野模式上 现在出发 很简单就出来了 这个2.0T的发动机 237马力 350牛米 完全没有问题 刚刚呢 仅仅是开胃小菜 终于我们来到了正餐的部分 那正餐的一开始呢 就是一个角度比较大的大坡 那这个坡呢 不仅考验这台车的动力水平 依然也会考验它的传动效率 咱们来试试啊 现在呢 我把它挂到了 整个车的最强模式 越野的模式 然后一档 很简单 那这个车的2.0T的发动机 再加上AT的变速箱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只不过是这个轮圈 相对来说有点太大了 21寸的轮圈 然后再加上公路轮胎 可能并不是那么友好 对于这个路面 OK很简单就上来了 我们现在把它的陡坡缓降打开 它现在这个陡坡缓降还是比较的慢 那教练说了 这台车如果你嫌它的陡坡缓降慢的话呢 你可以稍微点点油门 很有意思 OK 大上坡大上坡 对于它没有什么难度 我们现在进入土路了 像这种土路呢 其实在我们自驾游或者是穿越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 其实走这种路一些独立悬架的SUV要相比硬派野车还要更加的舒服一些 然后前面呢是几个驼峰 这个车的接近角通过角跟离去角因为轴距以及造型的原因 所以说并没有做到很好 但是呢通过这种小的驼峰依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来到一个侧坡 侧坡呢其实对于它来说就没有任何难度了 但这个侧坡的角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 这是一个大水坑啊 那像这种静止的水坑 一般来说它底下都是有烂泥的 但是呢场上竟然举办这样的活动 应该不会让它过不去的 我们来试试啊 尤其是我们这台车21寸的圈 再加上一个公路台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我猜测 挺轻松挺轻松 很简单就过来了 前边是几个炮弹坑形成的交叉轴 连续的交叉轴 像我们这台顶配的车型啊 它是有两组多片离合器的 前后桥之间有一组多片离合器 那后桥的左右轮之间呢 也有一组多片离合器 它可以单独的给左后轮分配动力 也可以单独的给右后轮分配动力 所以说这套智灵四季系统 还是挺将大的 我们来试试啊 现在我们就怠速走 哎 轮子离地了 明显感觉的 怠速就过来了 很简单 也是没有听到现滑的声音 直接就 直接就过来了 教练 我们接下来还有别的项目吗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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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意犹未及 我们今天的体验项目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全都是这些越野的项目 而且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 大家如果要是对于它的静态层面 以及它的公路行驶层面 比较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在老司机APP里边搜 寒路开拓者 就可以找到比较详细的一个体验 以及评测 以上的这些项目 其实都是一些简简单单的项目 并没有示出这台车的一个极限的性能 这个四驱系统不仅仅适合于像这种烂路交叉轴的情况 它同样适合于公路上 你在转弯的时候 它的四驱系统单独给外侧车轮动力帮助你进行过弯 同样提升它的操控的性能 这套四驱系统呢 其实比较像丰田融放上的2.0四驱顶配上的那个四驱系统 相对来说还是属于比较强悍的 因为它不仅适用于野外 也适用于公路上 其实在SUV上 我们并不需要一个非常强悍的四驱系统 带我们爬越多难多难的坡 只是我们希望 在我们遇到艰难险阻的时候 它有四驱系统推我们一把 那么好了 这是今天的老司机试车 我是阿威 我们下期